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个凶财呢就是不是按照正常渠道赚取的财 这是凶财 那么凶财呢它一定会凶入凶出 它是留不住的 在走的时候呢还会附带着灾祸 那么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老师呢 他来自黑龙江省 他在经营了一家综合性的酒店 在经营这家综合性酒店的时候呢 做菜的时候往这个菜里面呀 放一种苏丹红的这种工业原料 这个苏丹红是什么呢 他用于制作鞋油蜡烛等等 但是呢他把这个苏丹红放在了菜里 我们现在来问一下 您当时知道这个厨师往菜里面放苏丹红吗 很惭愧 那个时候因为贪心也很愚痴 在一次卫生工作人员检查的时候 我看得出是慌慌张张拿两个瓶子 一个是红色的一个是绿色的粉末状 我就问他这是什么东西 他说是苏丹红 我说苏丹红是干什么用的 他说是调颜色 少放一点对人身体 不会有太大的伤害 那么这个苏丹红 他对人体有什么伤害呢 苏丹红是一种化学溶解剂 他对肌油 鞋油 蜡烛 还有皮带起染色作用 对人身体可以导致癌症 可以致癌 这个苏丹红主要是用于什么菜里面 像红烧类 油炸类 还有酱类 就像咱们这个酱类 有那个老汤 在这个老汤越熬制时间越长 用的越久 它的颜色越浓 但每用一次会放一次苏丹红 它的毒性会越来越大 溜炒类 油炸类很多 饭是饭店有的 基本上的炒菜都可以用上苏丹红 总之啊 这个菜看着是非常的鲜艳 让人非常的可口 这里面你们就放了苏丹红 那你看厨师往里面放苏丹红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当时我也很麻木 我也没太在意这个苏丹红它到底有什么毒性 当时也不知道 我也我们这个酒店经营了将近十年 我也吃了这种菜 也吃了十年 到后期我问厨师 我说为什么咱们要用苏丹红 他说苏丹红有几种特性 第一首先它上色快 可以调出近白种的颜色 第二它可以掩盖腐烂肉的颜色 第三它可以减少它们的工作量 因为咱们正常的情况下是用白糖来调色 白糖调起来很麻烦 如果点一点苏丹红 它上色非常快 颜色非常光鲜亮丽 还有它还可以代替酱油 因为酱油有一个不好的特点 它在菜冷的时候它发黑 如果换成苏丹红 它冷热的情况下 它都会颜色非常光泽亮丽 让人看起来好看 非常的有食欲 为了赚钱 不惜呢 去做这种伤天害理 茅材害命的事情 那么它往这个菜里面放苏丹红 整整放了十年 这十年是一个极恶的能量 这个极恶的能量发出去之后 它一定有一个极恶的反作用力 我们说呀 自然规律在等着你 结果也在等着你 那么这一位老师也是啊 经营了十年 放了十年苏丹红 我们来问一问她的身体怎么样呢 因为自己心坏了嘛 贪心 我和我丈夫 我俩同时都心脏病 她还有肝病 肾病 我俩同时腰腿痛 怕冷 我还有妇科疾病 子宫肌瘤 卵巢囊肿 我怕冷的程度 别人穿一件 我穿三件 我都冷 我坐在这个会场上 我都很冷 别人出汗 我都会很冷 突然的莫名其妙 得了很多的病 那么这个老师说 它是妇科疾病 而且特别怕冷 这个呢 是肾经流失的一个原因 那么明天呀 我们老师会讲 色情泛滥 对人身体的影响 这个就是典型的肾经流失 那么为什么肾经流失 我们说这也是一个结果 那么它发出去的作用力是什么呢 我们来问一下 当时因为我们这个酒店 是综合性的酒楼 其中有喜遇 酒吧 舞厅 还有一些 其中有一项是跳脱衣舞 因为这个色情服务 可以导致人 邪思 邪念 邪行 导致肾经流失 会产生二十多种疾病 像糖尿病 心脏病 还有腹壳疾病 怕冷 小脑萎缩 等等疾病 十年的时间 不短呢 那么它呀 往菜里放苏丹红 而且呢 还提供色情服务 提供这个脱衣舞 这是我们说呀 这个是一个极恶的种子 那么我们也说呀 凶财 凶辱 一定会凶出 凶出的时候 一定会附带着灾祸 那么这个灾祸呀 也有三种 第一个呢 就是身体 我们也看到了 这一根老师啊 身体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那么第二个灾祸是什么呢 就是意外的灾祸 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个老师也遇到了意外的灾祸 当时我出车祸 我丈夫和我婆婆 我女儿也出车祸翻车 还有因为我种了这十年饿的种子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我种了这十年饿的种子 自然规律会来惩罚 我们我们的下场 就是央集到我们家 家人会遭到家破人亡 我的公公身体一点疾病没有 突然一天就心肌梗塞 突然死去 在他死去一年之内 我的小叔子也突然心脏病 死在了回家的路上 凶财凶辱凶出 凶出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老师身体遭受到了反作用力 同时遇到了意外的灾祸 同时家里还出现了夭折的现象 这个老公公和小叔子都意外的死亡了 那么这一位老师家里这两三年 接二连三的不断的出现这种灾祸 一直找不到根源 在今年的三月份 也就是在我们牡丹江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听了一场这样的论坛 他知道了原因 而且他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当时在牡丹江三天的论坛 我终于听明白了 也真的是良心发现 我就想走向这个台告诉大家 弟子归上讲 是诸父如是父 是诸兄如是兄 如果我把每个人当成我的亲人 当成我的兄弟姐妹 我能去害他们吗 我们隐心去伤害每一个人吗 我们会去爱他 我就想告诉我的同行 不要像我一样这样坐下去 是会害人 害己 会伤害到很多的无辜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当年我们 我们还有这样一个问题 当年我们经营了十年 这样的综合性的酒店 我们赚到钱了吗 当时赚钱的滋味也真是好 点钱的滋味也很好 在座的朋友们 谁也不会嫌多 钱多摇手 但是当你失去的时候 那种痛苦 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后悔也是来不及 我们赚的钱 在两年两三年之内 办公司 公司赔 搞演出 演出赔 又包三菱 也赔了很多钱 还让人骗了很多钱 以为自己那时候没学传统文化 也不懂自己赚的是凶财 做的是恶事 把这个钱财就这么没了 自己还挺怨 又改成干老本行 再开饭店 当再开这饭店的时候 把所有剩余的房子 房产还有钱 汽车全都卖了 还有很多欠款 现在还有很多欠款 那么这一位老师啊 学了传统文化之后啊 也知道啊 那个行业是一个凶的行业 赚取的钱呢 是凶财 所以啊 他重新要洗心革面 现在呢 经营了一家 矿泉水厂 对 因为那时候我和我丈夫 都学习了传统文化 开办了一家水厂 在兼壁这个水厂的时候 有一条饮料生产线 我们给拆除了 当时也引起很多人的想法 说你这个水的利润 也没有这个饮料的利润高 为什么要拆除 是不是脑袋进水了 当时我们知道 我们做这个饮料 请那个工程师 他配的那些色素啊 添加剂啊 跟这个苏丹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也都是一些化工的原料 啊 我们知道这是凶财 我们不能再去做凶财 再一个 我们也害怕再次遭到报应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两个 也同时加入了当地的传统文化的队伍 也同时做义工 在那儿也跟着这些老师们一起做一些公益的事情 比如像我们筹办的传统文化学校 需要电脑啊 还有背头啊 电视啊 还有桌椅 板凳 需要什么 我们就奉献什么 就去给买什么 还有我们以前领着全体的职工 一起做坏事 现在呢 我们每个月领着全体职工 停彩一次 走向社会 献一次爱心 明白了 这一下呢 通过学习传统文化全都明白了 那么我们说呀 一场论坛啊 就可以改变一个人 他也为我们证明 人是教的好的 企业家呢 也是教的好的 就看我们用什么方法去教 用什么方法呢 用人性的教育 用人道的教育 那么这一位企业家 也给我们证实了 人呐 这企业家是很容易回头的 我们温总理说呀 企业家的身上 要流淌着道德的学业 这个能够实现 我们也坚定的相信 人性本善